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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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套年屬鼠的朋友 今天就是這個型態水 加上中像這棟 我們搖擾聲 還要引起是非爭取 記得每一次要回覆任何訊息 或者想去表達一些事件的時候 要停一停想一想 把自己想清楚才能回覆任何訊息 另外真鍊有九火梨子的姓在正北 配合有三個木格局屬鼠的人 桃花亦非常暢旺 如果有心相贏的話 不妨用文字溝通方式 就可以傳達生意 套年屬牛的朋友 既無空聲 亦無吉聲 其實平淡也是一個難得的福分 不妨今年退一代 作逆向思維 沒有空聲 亦都代表失敗也會減輕 這次今年可以作很多新嘗試 如果自己有些計劃 今年其實真的可以試試 因為亦都不會有損失 雖然沒有大喜大樂的一年 但亦都可以充分利用時間 要與朋友和同事建立更大的關係 可以讓自己不同的新嘗試 可以認識你 負落未來成功的種子 作為你們自己的牛年 可以試做一些很大的新嘗試 可以籌備更多更多的東西 迎接明典的好運 套年屬虎的朋友 今年遠離太歲 在事業方面 又有太陽一聲的輔助 容易受到上司和前輩的提拔 特別在事業和學業方面 是亨槍的一年 不過磅人之心不可無 屬虎的朋友就要加以留意 一些潛在的危機 因為都有一個小小的小人 記得將自己所有的秘密 不要那麼容易和大家說 因為很容易以外傳外傳越多 屬虎的朋友 桃花方面 今年是三學伙局 所以今年也是一個桃花年 不妨為你自己很心愛的人 在你的電話內 設定一些獨特的鈴聲 認識到大家的訊息 這是一個巨星的巨星 空間 滿臨的 這鑊的意見 都溫透不良 我會看 看來 我們